放開一切 盡情大叫 讓你拋開所有煩惱 可別以為這只是紓壓方式 這是荷蘭新開發的 新冠病毒檢測器 受試者走進一個小房間 機器會先吹出強風 進化內部原有空氣 再來就能甩開束縛 放肆大吼大叫 甚至是唱歌都可以 如果你散發 喊 喊 喊 你會散發十多萬元的細菌 之後把空氣中的微粒 收集在特殊設備當中 再進行乾燥 並透過奈米篩點技術 來判斷受試者有沒有染疫 發明者宣稱 三分鐘就能得到結果 因為傳統的新冠檢測方式 需要把棉花棒插進鼻腔 許多人認為過程不太舒服 因此透過尖叫來檢測有沒有染疫 不只能降低民眾的不適 同時還能紓壓 事實上新冠檢測方式白白種 不只荷蘭發明的尖叫檢測很特別 法國研究團隊還開發出 令眼睛為之一亮的檢測方式 過去有研究證實 駱駝身上的奈米抗體 可以對抗SARS和MERS病毒 因此法國研究團隊 把奈米抗體放進檢測機中 只要把採檢樣本放在電極上 再把USB大小的檢測器 連接上手機 就能檢測是否染疫 據說準確率達到90% 可說是檢測方式的一大突破 記者葉立委綜合報導